蒋万安继续操作下去 就越显得他在台北市是空洞 你如果要选台北市长 你一直在讲说 疫苗没有进来都是谁的问题 所以你是要当防疫指挥官吗 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当台北市长了吗 现在国民党跟王三三 克文哲阵营 他们是一个默契性的联手 去专门在疫苗的问题上面做文章 然后蒋万安其实从第一天起 就锁定疫情这件事情 然后疫情的所有的坏 都跟陈时中放上等号 疫情所有的好都跟陈时中无关 这就是他们的策略 你觉得这个策略的目标是什么 他策略很清楚 就是国民党想要让选民再去回忆 说疫情比较负面的那一块 为什么会有负面的呢 他就说这都是陈时中的责任跟问题 安龙前部长他面临到的 他这个得知于疫情也是 这个压力也是来自于疫情 所以台湾社会的民众会觉得说 这个部长这样做两家 也是让这个社会安全 我认为这是很多一般民众 讲一句比较比较更直接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应该是这个社会 可以给陈时中的一个公平 现在在选举 但是选举这么情绪化 谁会那个 所以选举是公访嘛 所以现在国民党这样子 无限上纲的 每天还是在这个拿疫情 在做这个记者会 你会觉得有点 有点有点平行时空 就是说他现在记者会的主题 跟去年都一样 跟陈时中讲一个很实质的逻辑 就是说做一个防疫指挥官 他挡疫苗对他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他挡疫苗 互高端 互高端就是另外一个逻辑 所以你说互高端 因为很多人打高端的人觉得说 不对啊 我没有疫苗的时候 我打了高端 他可能也被保护 我觉得只要国民党继续觉得他用这个策略 可以得力的话 我想这个会继续发展下去 只要打过头 或是说他已经开始无限上纲 说这个都是没有建设性的 所谓的防疫都是失败的 好像不离台湾人民的性命健康安全 然后完全的都是 在伤害台湾人民的健康 我想讲到这个程度都过头了 我觉得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公平 那你从选举选民的角度来看 会这些操作会物极必反吗 那 蒋万安继续操作下去 就越显得他在台北市是空洞嘛 今天 今天我不是要投票选防疫指挥官啊 那蒋万安一直在讲这个什么 防疫挡住挡住 所以呢 你是要当防疫指挥官吗 你如果要选台北市长 你一直在讲说 疫苗没有进来都是谁的问题 然后呢 这样子你就可以当台北市长了吗 嗯 就是这是蒋万安最大的隐忧跟问题嘛 他也没有讲出 比较实质可行的在台北市政 然后 印了一个旗子叫做 蒋万安加上蒋经国 然后这样子就会有票 这个都是很荒谬的一个言行嘛 国民党如果觉得 他继续这样子操作 这样子所谓的意识形态 就可以得到台北市 这就是国民党为什么在过去八年 可以让柯市长执政 甚至让黄珊珊现在有 这样的影响力的结果 帮助 帮助